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 那我相信这两天有关于阿耀和那一场辩论表演赛 也就是决战都门的事件 大家都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那我就不讲那些细节了 今天这个视频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强调 再强调 我们绝对支持决战都门的顺利进行 我们不只希望他顺利进行 我们还希望他能够办得比2022年的那一切 还要辉煌 还要盛大 还要有影响力 进而可以影响更多的观众对辩论有兴趣 如果可以 能够打消掉绝大多数人对辩论坏的既定印象 也就是辩论等于吵架 能够打消掉这一个既定印象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严格来讲 我们不只是希望决战都门这一场辩论赛 能够更加辉煌而已 我们对所有的中文辩论比赛 一视同仁都是一样的立场 我不管他是表演赛 公开赛 大专辩论比赛 小学辩论比赛或者是中学辩论比赛 都是一样 因为没有变手希望辩论比赛越来越少 大家都希望越来越多辩论生态越来越好 今天这个视频我会有三个声明 在我讲这三个声明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观众道一个歉 为什么要道歉呢 如果你是平常有习惯一边听我讲话 一边看留言区 一边留言的话 那对不起 这一期视频 我是关掉了留言区的 你是在留言区看不到任何的留言 为什么我要关掉留言区呢 我相信懂的人都懂了 我就不多解释这件事情了 OK 马上就进入我的三大声明 第一 如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样 我们绝对希望 也支持决战独门的顺利进行 这个不是今天才讲的而已啊 有一些人听到这边 有一些观众听到这边 可能会讲 昨天那两个半小时的直播 把事情闹大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现在赶紧出来打一支预防针 不然等下这个辩论赛 如果办不成的话 你们也可以 抛掉这一个所谓的责任 原本就是你们惹是生非吗 哎 讲这句话的人 麻烦先看一看 我前两天的这一个视频 没关系啦 我直接截屏给大家看 有时间 有我讲的话 我在那一天 两个半小时直播之前的前一天 就已经表态过了 我希望大家 不要北革这场辩论比赛 不要说多了 直接看截屏 我觉得 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看到在这个YouTube上面很多人的留言 就是扬言要北革这一场辩论比赛 小弟在这边呢 呼吁大家 不要北革这一场比赛 为什么呢 因为辩论比赛真的是少之又少 北革一场很有可能 从此就再也没有这一个赛事 或者是很难很坚信的主办下去 当然我们也不讨论主办方的对于错 这个也不是重点 我的观点很简单 就是我个人认为辩论需要 更多的人的参与 不管是新手 明星选手 还是观众 基数都应该要慢慢的扩大 不然的话 他始终就只会是 一个很小众的活动 那我相信 时间 立场 很明确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辩论是很小众的东西 少一场 就真的少了一场 没有变手希望 辩论比赛变得更加少的 OK 这是第一个立场 我们绝对支持 也希望决战独门 顺利举办 顺利进行 第二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人 在背后搞小动作 去拉倒其他的变手 不要参赛 劝他们弃赛 我们没有任何人 做过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阿药 我 冲哥 还是大士喜的其他人 包括红药 没有人干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 不止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 当事人 现在被 捧在这个风口浪尖的红药 他为什么会退赛 如果大家有关注整件事情 你现在应该至少发现了一个既定事实 什么事实呢 阿药 是 红药的 亲生弟弟 红药 是阿药的 亲生哥哥 我要强调 亲生的 同一个父母出来的 从小一起长大的 阿药 面对到这样的事情 我不管谁对谁错了 好不好 总之 现在阿药没有了参加这一个 所谓的辩论表演赛 作为同样 也是被邀请的红药 亲兄弟啊 红药退赛 能够讲成什么 顶多 叫做 情理之中 我相信大家 只要 发现到 两兄弟 的这一个 关系 情理之中 这四个字应该是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的啦 对不对 OK 更何况 红药根本就没有去 叫其他的变手 不要参赛 相反的 他跟其他被邀请的参赛变手 讲 你们好好打 我相信 有 在辩论圈的人 看到我这个视频 都应该看过那一个帖子 对不对 这里我就不放出那个帖子了 因为我没有争取到当事人的同意 辩论圈的人一定懂的 我相信肯定有辩论圈的人看我这个视频 OK 第二点 强调 再一次强调 没有任何人搞小动作 希望这一场辩论比赛 到最后胎死负重 绝对没有 第三 我 个人不只是嘴巴上讲我会支持这一场辩论比赛 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讲的是真的 如果主办方有意愿 愿意 哪怕政治立场不同 因为马华是主办方嘛 我肯定跟马华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可以抛开政治立场不看 纯粹为了辩论这件事情 我可以跟你合作 跟主办方合作 无偿帮忙宣传 帮忙推广 甚至如果你希望 当天的这一个辩论比赛 线上观看人数增加一点点 小弟 这一个频道 讲小不小 讲大肯定也不大 小频道 六万六千个人左右的订阅者 我愿意无偿 帮忙做联合直播 什么叫做无偿 首先我不会收马华的钱 第二 我也绝对会关闭 这一个直播的广告收益 有做YouTube的朋友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们作为YouTuber 是可以选择哪一个视频 要开启广告 也就是你一点进我的视频 如果有广告 那是我开启 我让YouTube知道 这一个视频我要赚钱 而如果主办单位 愿意抛开政治立场 纯粹为辩论 大家一起处理的话 那一场联合直播 我绝对会关闭 这一个广告 观众不会看到广告 无偿 我强调两个无偿 第一 不收马华的钱 第二 联合直播 不会有广告 这个就是 我对 这一个事件的 所有立场 三件事 我再强调 第一 我们绝对支持 也祝福 这场比赛顺利举办 第二 没有任何人 在后面搞小动作 希望通过影响 变手 用舆论 来影响他们 不要参加这一个比赛 没有 第三 我愿意无偿 帮主办方宣传 也帮他们 在这一个比赛当天 如果他们愿意 联合直播 OK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的立场 我相信 大思喜所有人的立场 都是如此 那以上 就是今天的 这一个分享 我希望大家明白 辩论是辩论 政治是政治 在辩论上面 我感谢马华 愿意出钱出力 办这一场比赛 不管辩论比赛 是马华办的 行动党办的 就算 今天他是老马 出钱出力办的 我都感谢 因为中文辩论 比赛是稀缺之源 以上 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